全国最年轻的城市在哪里?答案是新竹市 内政部最新统计指出,新竹市民平均年龄38岁,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 新竹市之所以获得全国最年轻城市的头衔 主要原因就是当地出生率高,以及逐科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新竹市长林志坚从就任以后,就明确将新竹市定位成儿童城市 主推政见就是要让市容年轻化 林志坚市长也照顾年轻夫妻,提供居家托育服务中心等服务 市六都之外,第一个提供免费育额指导员服务的城市 让新竹市成为适合下一代居住的地点 对于林志坚市长,要将新竹市打造为儿童城市的理念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也相当认同 特别捐赠新台币1亿元给新竹市政府 要将市博台湾馆改造成为儿童科普教育中心 新竹市不仅市民年轻化 就连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也特别重视 因此,新竹市八大学区就成为房地产市场里 最受家长瞩目的文教特区 所谓的八大学区,主要是将区域内八所学校连接起来 包括东元国小、竹联国小、培英国中、建华国中、新竹中学、新竹高商、清华大学 以及交通大学 让你能培养小孩一路从明星国小念到一流大学 新竹市八大学区是目前市场上公认教育环境最好的区域 区域内的文教设施密度最高、资源丰沛 而且小环境也是相当的优美 从地理位置来看,八大学区位居新竹市核心 从八大学区通往竹科、巨城、火车站都不远 无论上下班或是休闲娱乐看电影也都相当的便利 从房价保值与增值的角度来看 八大学区也是全新竹市最有条件领长及抗叠的生活圈 因此当地购物需求一直相当强劲 目前每平房价也轻松站稳三次头行情 八大学区得天独厚 即使土地再贵 建商也要想尽办法,产尽插旗 八大学区不仅串联八所学校 同时也结合当地医疗资源如马街医院 还有商场资源如清大夜市、爱买、大润发量饭店 Nova、燦昏以及传统市场等 堪称及三千宠爱于一生 以上是驻州记者陆敬明在新竹东区的报导